而市代表欧燕智针对了地震后的产业振兴提出质询 他指出了中央有活络业势商圈行销补助经费 市公所除了是要多举办行销活动 更可以争取推出消费券或者是振兴券来有效刺激消费 市民代表欧燕智针对地震后的产业振兴提出了质询 他指出中央有活络业势商圈行销补助经费 华联市公所除了要多举办行销活动 更可以争取推出消费券或振兴券有效来刺激消费 我们华联市在0403跟0423接连面对了两次的大地震 那造成华联市有许多的大楼倒塌 那也造成了华联市的黑暗期 那我想在华联市面对到这么多的商家 他们的生计可能都出了问题 那他们第一个都没有生意 甚至有许多店家都打算结束营业断维求分 那我在这次也提出来说 我们中央有一个活络业势商圈行销环境提升 有匡列了3500万 那我也希望说这3500万可以用在我们华联市的店家 包含行销甚至说未来推出一些振兴券 消费券 然后来让我们华联市的店家来充现繁荣 另外欧宴志还针对华联市的建物检查 克莱堡大楼活化 公园设施建检等建议施工所要加强作为 建律会华联市报道 建议工所要加强作为